十二年國教讓各界人士都頭痛不已 台南市議員陳秋平質詢時 針對比序項目五大項十二小項 逐一提出問題 並表達民眾普羅擔憂和未來隱憂且提出建議 我是希望你把這個報紋說出來 希望你把分數跟人數說出來 可以讓家長可以讓小孩民族去疑他的志願 讓小孩知道自己的分數落在什麼點 那個點他要填哪一個志願 這樣可以嗎 針對台南區比序項目最大爭議點國中教育會考 陳議員建議在不違背免試入學的前提下 教育局應該提供家長與學生們詳細且充足的資訊 讓考生選填志願 教育局讓正邦正隨即回應此舉 將與過去的高中聯考無異 你也是照顧的 沒有這樣來 其實我們讓分數 讓小孩拿到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的分數的排序是怎樣 我不是現在要叫你一分數做一支去 沒有那個 我沒有那個要求 我只是說你把它公開 把它明朗 這不就是這樣 好沒有關係你回去做個參考 你也做個研究 你也做個研究 因為現在會考出來了嘛 現在你們在打分數 可能會面臨到什麼問題 只是本社會先跟你說這樣而已 你要解不解 我真抱歉 當然也要你們 你們了解之後做個調整之後 可以當作決定 但是我要跟你說 本社會希望你可以公開 陳議員對於超二比試中 所有可能造成的影響 各個擊破並提出建議 國中教育會考 已經在上個禮拜六日落幕 接著可能面臨的競賽積分 對弱勢學生不公 服務學習積分 未明確規劃計算等等 要求教育局多舉辦 針對家長的十二年國教講座 充分說明規章 並往下扎根治學生 提早讓民眾有個概念 討論出最適合自己的升學方式 記者王岐勳台南報導